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我们有个基本的常识和判断 我们很多人对政治文明的理解 到今天为止还是很浅薄 中国是现代化 啥都可以拿来 但唯独拿不来的 就是政治文明 旅美学者伟达 引经祭典 苦口婆心 但他说的话 大家都听得进去吗 旅美的时评家伟达 今天在联合早报的文章 难以拿来的政治文明 他认为当今的世界 经常让人莫衷一世 比如说俄罗斯明明发动了 野蛮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但俄罗斯方面 从总统外交部长的 政府发言到一论 总是一副振振有词的样子 号称自己代表正义的力量 而乌克兰 缓而成了新纳税 支持乌克兰抗战的西方国家 缓而成了挑起的战争 云云 不仅当事者 公开的杀访 而且后面跟着盲目起哄 捧场的粉丝群 也越来越多 如此一来 很可能在很多不明旧里的人 很茫然 难道当年 纳粹的宣传部长 戈贝尔的言论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吗 回顾一下当年 纳粹德国最优秀的宣传部长 就是戈贝尔 纳粹德国当年对国内民众 实施最成功的宣传欺骗之一 就是在立到了二战结束时 绝大多数德国人 对纳粹斯家种族灭绝 罪行于犹太人这事 大家一无所知 即也不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历史的真相和事 是被揭露 但是大家才谎难 戈贝尔的谎言 当然终究是谎言 在今天这个新媒体 信息技术发达 伟大相信俄罗斯和普京们的谎言 随着时间过滤检验 就更容易原形毕露 有观点认为 普京和俄罗斯的致命误判 是穿心鞋走老路 严重滞后于 现代文明的认识和潮流 缓到试图用过时落伍的旧的方式 向现代文明社会挑战 从文明档次的角度说 文明是有档次 有点像是用大刀长矛 挑战火炮钢枪 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而且最终会一败涂地 这个比喻有人不理解 俄罗斯很厉害 家里头还有四千多颗的核弹头 这一点一点都不比西方和美国差 当然关于俄罗斯的核武器问题 普京和他的追随者是不长记性 三十多年前 这么多的核武器核弹头 没有办法阻挡苏联的解体 今天他又怎么可能 挽救俄罗斯溃败的命运呢 在二十一世纪的条件下 是什么东西才能让一个国家 和一个民族真正的繁荣 富强起来 实现真正意义的发展和崛起 是依靠金钱核武器 资源强权和蛮力 还是靠总体的文明的提升 推动发展和进步呢 总体文明的提升 好了 什么叫文明的提升 普京和他的智狼们 好像没有仔细研究 世界和总结的历史 我们外面的世界 对俄罗斯民族和文化的尊重和仰慕 多来自于十九世纪 十八世纪 托尔斯泰 果格里 普希金 这样的人文关怀 果克福斯基 拉赫玛尼诺夫 肖斯塔 科维奇 这样的艺术天才 还有巴普洛夫 加加林 这样的科技先锋 哥尔巴吉尔乎 这样的改革勇士 绝对不是历代沙皇的残暴 龙奴子的野蛮 斯大林的克格勃 以及古格拉的专制的噩梦 或者伯涅日内 或时代的昏庸和腐败 二十一世纪 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贸易和科技领先 这个东西的引领社会发展 前进是主要潮流 如果我们现在不同的国家 包括金正恩等人 还在延续旧时代 靠蛮力 攻城掠地 对内专制 对外征服 那完全是力潮流而动 我们回首一下 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的路 跟中国的路径 有一定的相当的类似 也就是 即使什么都可以 从西方先进国家和文明 拿过来 在中国 这个过程被鲁迅 概括为拿来主意 也就现在外国好的东西 就应该拿过来 为我所用 从基础设施 服装 鞋帽 尖船 力炮 火箭 飞机 冰箱 空调 互联网 苹果机 现代教育 艺术 时髦 和新潮的事物 通通可以拿过来 通通可以学过来 通通可以仿制 仿造 甚至有所提升 叫来者不拒 但是有一样东西 不能学 不仅不能学 不同的体制领导人 还会加以抵制 加以反对和批判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明 我们还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行社会主义好 苏联可能没有 俄罗斯可能就没有 社会主义这一说 但是 也没有马克思这一说 但还坚持他们自己这一套 是巅峰 是文明的象征 那是吗 虽然我们也知道 哥贝尔斯的夸口谎言 终将会破产 但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 海河起到相当的忽悠的作用 再加上防火墙 什么烂七八糟 信息单向的投尾 很多人是信以为真的 为什么 我们就不能去学习西方的文明呢 这个问题 我们也提了全盘西化 反对全盘西化 这个说法就比较多了 为什么不能 那么伟达有话说 伟达有话说 伟达认为呢 因为 不行 他们也不愿意学不想学 不愿意就不想学 因为呢 为什么不学 早期就说 中国也一样 洋务运动 坚持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那么当下现实的表现是坚持基本原则 几项不知道 可能是四项 现代政治文明 这双鞋 中国的脚 穿不上 穿上就会得香港脚 但我们发现 伟达话题转到中国身上来 有一个非常根本的逻辑漏洞 也就是政治文明是什么 政治文明是属于一个社会总体文明的核心支柱和要素 没有先进发达的政治文明 就不可能有先进发达的物质产品 科学技术 商业贸易 法治正义 军事力量 知识教育和文学艺术 那什么意思呢 政治文明相当于社会总体文明的主干核心 其他方方面面是属于枝枝叶叶 如果把枝枝叶叶 架接引进了一大堆 反而拒绝的这些枝叶难以成长壮大主干 这就是主次颠倒 生产力跟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跟物经济基础的关系 其实也一样 因此你学了半天 你只能学到先进的皮毛 却学不到先进的本质 只是哪来那些皮毛 哪来皮毛 最终结果是四倍功半 功败垂成 洋务运动的失败 就告诉大家这一点 那么好了 难道俄罗斯和中国的先辈们 都是如此的肤浅 只看到洋枪洋炮 净暴净威猛 却洞察不到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 和理性的源泉吗 如果对文明体系和理性源泉 抵制不学 忙活了半天表面的肢结学习模仿 到头来不是白折腾一场吗 历史也是这么证明的 比如说彼得大帝 比如说李鸿章 甚至中国刚刚结束的改革开放 以及今天的普京治下俄罗斯帝国 似乎大家都学了不少西方文明的肢结 但死活就不学主干 甚至反对和抵制这个主干 在逻辑上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最后的结果就怎么样了 千仓百孔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荒谬呢 伟大认为两个原因 第一 现代政治文明讲究是权力上的轮流座庄 而不是一家独揽 不是一人独大 这对传统政治模式和既得权力 太过于整龙乏溃 地动山摇 估计他们也很难接受 再就是那支业引进嫁奸 哪来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有钱就不行 主干的遗灾经常会伤筋动骨 而且可能会水土不服 综合难度比较高 也就导致了历朝历代的领导人 即使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就会自然而退 疑似乎 所谓的成功的发展模式 一般的规律是这样 先经济开放 政治还是威权 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之后 再向政治民主转型过渡 比如说印太地区 亚太地区四个民主社会 日本韩国台湾和台湾地区 都是经济先成长 民主跟进 印度有点例外 印度是先继承发展的 英国留下来的民主政治的框架 然后在大规模发展经济民生 这当然也有一点历史的偶然性 因此亚洲四角龙模式 或者亚洲什么的模式来讲 很多人就会热观的得出一个结论 包括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制定 一旦经济起飞 民主政治一定会跟进 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 在印太地区明显的发生了 令人居伤了多个例外的情况 就出现了经济起飞之后 民主却止步不前 甚至伏旧倒退 不知道中国现在走 是不是怎么路 可能有了个质疑 难道就必须按照 现代政治文明的体制不可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没有必要照搬照讨 但至少在基本原则上 应该并行不备 比如说民主选举 政治协商 司法独立 舆论监督 权力制衡 公民权力等等 原因很简单 这些说了这些概念 集中代表了 现代文明的先进性 如果你老人家还坚持 现代政治文明不先进的立场 甚至以致对抗 那么肯定就会对这次文明的树 接触的果实 是如此的欺席落物 如果你反对这个主干 你应该连这个果实都弃之不顾 就坚决抵制 比如说电脑应该回归到算盘 上网应该回归到书信 键盘应该回归到毛笔 汽车应该回归到马车或者旅车 西装应该回归到马车 导弹应该回归火攻 否则你这逻辑紊乱 永远就是个世不相 怎么弄都弄不明白 你是谁 山寨你就永远没有办法 正牌相匹敌 常言道 当局者迷 这个局 讲哲学了 有时空的双重意涵 如果过度执念一个问题和领域 就会错过关联和全面 不如旁观者清 再来就是当下整个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片局 常常会让人感到迷解 迷惑不解 为什么必须要等到十关流转 尘埃落定 在木兰回首 才发现驻故国正在 不堪回首正在阅明中 到那个撞墙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才明白 正切的结果和结论 才会最终清晰起来 而现在的中国 伟达的上半部分的文章 说的是普京和俄罗斯 但是真正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